他的文章裡面有講到說他的感慨 怎麼樣怎麼樣 那重點是不排除脫黨選苗栗縣長 他說不是不是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說我的參選到哪裡 那你又要參選 可是又不脫黨 黨就沒有要你選啊 我們有點沒有辦法理解 他的意思是什麼 對沒錯 那我就不知道這個等於說 一國兩制 在這個深南為主 藍營獲勝很高的地區 你的處理方式是這樣 在那個藍營獲勝的機率低於百分之一的高雄 對不對 民調兩份 第二份你竟然把絕對不會出來選 完全沒有意願的這個李士純擺在第一嘛 然後第二是柯智恩 你就讓柯智恩變成第一 我就不懂啊 我就不懂我同樣的標準啊 事實上現在藍營的民調裡面呢 做出來第一名還是徐志榮 那第二名是中東景 可問題是徐志榮就沒有意願嘛 他在這個這個朱立倫要去美國之前啊 那麼他們我沒沒有經過徐志榮的同意呢 就直接宣布就他對不對 人家反彈有多大 馬上出來開記者會 然後直接跟你講 他完全沒有意願 結果聽說 那麼黨中央國民黨黨中央 還是有派人要去遊說徐志榮 還是被拒絕啊 那你為什麼要一再逼婚呢 一再跟你講強災的水果不甜嘛 強災的瓜不甜嘛 人家就完全沒有意願的不想嫁給你嘛 講白的就不喜歡你 不想嫁給你 完全沒有意願 你就硬要塞硬要塞 那你怎麼辦 好那第二名的 第二名是很有意願 準備好了 我們不客氣說 如果國民黨在苗栗推的是徐志榮 或者是中東景 我都選舉已經結束了 選舉結束了 我跟你保這百分之九十以上 當選的就是這兩個其中一個 為什麼 因為在苗栗那麼深藍 那麼以藍為主的地方啊 他們兩個的繼承實力非常強啊 如果你國民黨提名的是另外兩個 一個知名度不夠 一個知名度太夠 對不對 這兩個都出來的話呢 我跟你講坦白 那民進黨所推的五黨籍的徐定征 就有機會啦 我問你 如果徐定徐當選的話 你不要說去年選黨主席 你朱立的那個廣告 我有下載喔 我有側錄喔 你那個廣告上面說啊 六都裡面三都嘛 對 要過半 十六個縣市 你知道嗎 或者你下台 我跟你講 我不僅我車路 我相信張亞中也不會放過你 對不對 他一定會逼你下台嘛 你中幾個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你去你其他六都或是哪裡 去拿下幾個我不知道 但我說如果你苗栗 你輸了你就一定要下台 對不對 苗栗這麼深藍的地方 從來沒有政黨輪踢過的地方嘛 如果你輸了也一定會下台 我就不知道你為什麼不肯 給中東景一個機會 那你很奇怪 雙重標準 國民黨雙重標準 選立委的時候 過去也有被人家說有嚴重 前科的人卷入殺警案的 或是毒品案的 你還是要讓他選啊 然後現在你就不肯讓一個年少 時候做錯事的 然後他可能悔改了 那你為什麼不給他一個機會呢 對不對 講不過去嘛 你就是不肯給他一個機會 不然你也做一個民調 讓他死心說 就不是你嘛 不是我愛的 不是你 是你不是鄉親最愛的嘛 那中東景 拼著摸著 點點就算了 我會鼓勵 雖然大家 這個政治理念不一樣 我會鼓勵苗栗現場 中東景 雖然我不認識你 選到底 為什麼呢 人生就鎮一口氣 你如果是一個女兒 你就要鎮一口氣 你怎麼可以人家這樣子 硬塞你就這樣子 雙重標準 他要的什麼都沒關係 有什麼前科 有什麼都沒關係 他不要的 就把你壓到底 世上其有這種事 朱立倫這次去金門 不是把這個金門 這個等於說本來 由醫院要選縣長的那一位 後來也要去選高雄市長 陳玉珍硬壓著對不對 你也不要忘記 陳玉珍當時也認為 立委非我莫屬 脫黨競選 是不是這樣子 後來國民黨一樣 把他黨給弄掉 那當選了以後 實力就是一切 當你只要你有那個實力當選 我告訴你 國民黨拼得摸 也是讓你回來 國民黨 所以議長中東景 自己本身要心頭 抓住 該怎麼樣就去做 他自己說 讓他人生最後一次任性 倒不是任性 而是對自己人生有最後的一次的肯定跟交代 但是你知道嗎 我們過去都知道說苗栗沒有政黨輪替過 他們還沒有被翻盤過 那我們來看這個是二零一八年的時候的那個盤 剛瑞德哥有提到說 那如果變成一個撒卡都的狀態 那綠營就很有機會 就是說藍天會變綠地了 徐立正那時候 他是用五黨籍的方式來選 可是民黨是禮讓的 他那時候拿到的是百分之三十七的選票 那徐耀昌呢他是百分之五十七 可是我們卡蘇把徐耀昌的這個選票 切一半的話 那是不是這個民進黨就當選了 對不對 來小玉姐 我先請教 我們來看 黨中央的意志很堅定 然後要去捨這個中東景 要摸他的頭又沒有辦法 我跟你請教一下 我們來還原一下 你覺得那個場內的氣氛會是如何 當然不好 先想就是說中東景 他這個中常會的時候 他是上來 上北上來求見朱立倫 那其實他一口氣就已經覺得憤恨不平 因為照理說你要來勸退 我是不是你要下來 你要到苗栗來跟我談 而不是我上去求見你 所以你看第一個就是說 他一個是北上 他覺得這個中東景就覺得說 那你黨中央第一個誠意不夠 就瞭解說 他們昨天大概談了四十分鐘 那這個開宗民意朱立倫 也沒有再跟他多廢話 就直接跟他講說 這一局我就是挺的是徐志榮 那你這個談下去之後 還可以談四十分鐘 還蠻厲害的 那就我了解說 雙方氣氛其實就不好 送四個字 就是不歡而散 那出來的話 那那個中東景 他就這個也講了 就是說他要走自己的路 雖然說沒有說要脫黨 但是他擺明了 就是要走自己的路 可是呢 問題是說 你知道現在國民黨中央 在上演什麼樣的戲碼嗎 叫做鬼打牆戲碼 其實中東景就已經抓準了 徐志榮 就說如果我今天一直表態 中東景我只要一直表態說 我要選我要選我要選 徐志榮 就我一直退 我一直退 我不要選 我不要選 然後黨中央就硬上 硬上硬上 就像一個圈 在鬼打牆 又是開始了 又鬼打牆 就是鬼打牆 我要選我要選 然後徐志� 推仰推仰推仰 然後黨中央硬上硬上 就是一個無限循環 他這個一直演很久了 演了一兩個月了 但是這個無限循環 就一直上去 那你說黨中央為什麼現在朱立倫 為什麼一直這麼硬 那因為我知道有兩個點 第一個點就是黨內有一個大佬 就曾經跟徐志榮交過手的 他有跟朱立倫講說 他說這個徐志榮有一個最大的特色 就是講一次他不要 講兩次不要 講第十次他就會要了 上次立委也是 就把媽媽也抬出來 什麼媽媽什麼都通通都不要 結果也是一次兩次 真的喔 對他說馬英九那時候說不選的翻版 你跟他一直勸一直勸 然後他最後說不好啦 沒有 他是徐志榮的個性 馬英九是兩百次 沒有選個縣長 不然圈到十一月好了 他說徐志榮個性是這樣 所以你就是一直跟他擄 一直跟他擄 他這個擄小小就會 這是第一個點 所以看起來現在已經擄了兩次 大概還要再擄個八次 那問題是說呢 那徐志榮的部分 他現在是他也要演啊 他就算他心癢癢 他想選 但是他這場戲 他也是要演給中東景看 因為他知道說 他出來選最大的阻礙 就是在中東景身上嘛 那如果說今天他就表明說我要選 那中東景也要選 沒有要讓的話 那他出來選的話 那還是也是跟張善政 會碰到邱毅症的狀況是一樣的 所以他要現在 玉語環句 就是說我真的 我不要 我不要中東景 我不要 我不要 是黨中央一定要要救 他演也要演到夠 讓他對中東景部分 才能夠交代 那其實就我了解說 前上個禮拜 有一個黨中央的前大佬 也有上 也有去找徐志榮 徐志榮就跟他講說 不要啦 這個他有講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說 他要選你黨中央要擺平 要擺平中東景 可是黨中央很沒意思 黨中央叫他自己去擺平中東景 哪有這種事啊 你就徵召我出來 就叫我自己去擺平地方勢力 他覺得這樣沒有意思 第二個他說 他其實挺的是謝福宏 他挺的是他的甘地 謝福宏是以前那個水利會的 那個謝福宏跟他是情同 真的是結拜 結拜兄弟 他說他挺他 那那反正現在這個看起來三顧謀慮 還好幾次 我最後他再報一個內幕 他就說 其實這個再拖下去 還有很多驚爆的人會出來 你知道最近報是誰嗎 現在地方上已經有傳 就是說陳超銘 有打給徐志榮跟他講說 你再等等 我七月六號搜告案宣判之後 如果無罪的話 還可以寫到你知道嗎 對 那但是連驚爆這件事情都出來 就說兄弟你再等一等 七月六號也是一個轉機 但是現在地方上有 但是就是說記者有去有去求證 去那個陳超銘 陳超銘蠻生氣的 他說我哪有這樣講 我只是跟他講說 我七月六號搜告案宣判 然後就演變成說 我要選你再等等我這樣子 所以我就說國民黨這個內亂 再下去之後 那個未來那個鬼打牆的故事會 續集會更多 這是他破釜陳舟的理由 來明玉九 我再請教你一個問題 我們記得上次徐志榮說 他沒有要選 因為本來說國民黨說要徵召提名 他一個出來說沒有沒有 他沒有要選那因為他有搬出他老婆 對不對 我們鏡面上也做出他老婆叫做王慧珍 他搬出他老婆 他講說我老婆跟我講 下輩子還要在一起 我都沒有答應他 可是現在因為我沒有要選縣長了 所以我必須要答應他說 那下輩子我再娶你 這大家會聽不懂對不對 大家聽不懂 可是我覺得你應該有聽懂 是不是他老婆很想要他選縣長 有一說就是說他老婆比較像李嘉芬這樣 就希望這個先生可以去密封喉這樣子 所以你看這個徐志榮也蠻老實的 他當時就是說他不選 就是說因為他媽媽不希望他選 可是他如果不選的話 就會對不起他老婆 他其實講的就很明白 就是說其實他夫人是希望他能夠選 但是他媽媽是反對他選 所以等於說 可是問題是大家會覺得說 你今天要不要選縣長 你就自己決定就好了 你幹嘛一直砍他媽媽一直砍他老婆 對不對 好像感覺老婆想做縣長夫人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還是要做決定 那個徐志榮現在是卡在說 我覺得他現在還是在跟打雙方畫趴拉肯 他最重要是不爽 就是說你第一個你朱立倫 你如果要強硬徵召 我要硬上用硬上那個方法 來硬上像那個張善政一樣 來硬上他的話 那你還是要幫我去擺平地方 因為他看到張善政那麼慘 他是有條件的 如果你跟我們排除路障之後 那還是沒問題的 還是會點頭 是沒有錯 你看張善政現在還是很慘 你看黨中央現在徵召他之後 還是讓他自己去掃地雷 對不對 他現在還是要去擺平 這個邱一聲 還要擺平呂玉玲的問題 黨中央看起來也還是沒有在幫他 所以大家都看到了張善政 寫玲玲的例子之後 那如果說他今天對上的不是別人 今天對上是中東景 那好退一萬步來講 就算他要選的話 那如果未來他真的選上 那你中東景難道不用服用和諧嗎 這也是服惠和諧嗎 這也是一個考量的點 這也是一個考量的點 這也是個考量的點 這也是個考量的點 這也是個考量的點